那我們最後再介紹一個這個部分 這個跟各位找圖片有關係 下午會再介紹更多 那我們上午先把這個部分介紹一下 就是平常你在找圖片 尤其各位你如果在製作簡報的時候 你會不會需要一些透明的圖 你要自己具備要不要一些軟體 比較麻煩對不對 你還要自己處理一下 那你可以試看看加上這兩個關鍵字 就是png跟sbg 那這兩個呢 是什麼意思 因為這兩個是我們現在html網頁的 標準的點陣圖跟向量圖的格式 那這兩個都可以有所謂的透明度 都可以有透明度 也就是說你找的時候 你透過這兩個關鍵字導 你會發現你不用去背 直接就可以拿來用了 那我們找一個 你看一下囉 你看我們來這邊 不過我不確定我們如果在 這個投影上各位看不看得到齁 好我就直接找圖片了 來 在這邊 那如果你想要找 比如說我想找 貓 好了 如果你直接用這樣找 有沒有發現它就全部列出來 什麼都有 可是呢 我一樣的關鍵字 你空一格 我加png 我就空一格 加上一個png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有沒有覺得貓比較乾淨一點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去背 你點下去 我看 這一個 這一個 好 來 還好 你們看得出來 如果你點下去之後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像那個 這裡 這裡有一點像馬賽克那種格子 那就恭喜你囉 你的 這張是透明的 就去背已經去背好了 你就可以拿來用 但是不要衝動喔 你不要直接按右鍵複製喔 請問這樣有沒有用 只對office有用 假設你用的是png可以 2010以後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是其他軟體 微軟比較偏心啊 所以他就說這樣 你自己處理 所以一般我們如果遇到這種图 我們會把它定存下來 把定存下來 那我在開始之前 我們另外再看一下 這裡 如果你用的關鍵字 不是png 我用svg 請問 一樣是貓 這兩種貓 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注意到的 因為圖檔格式不一樣 點證圖的 會出現什麼 照片式的 svg 比較像是卡通式的 這種向量圖形 所以你點到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是沒有的 點到這一張呢 這一張剛好沒有喔 好這一張就有了 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你就去備好了 所以假設你要這一張 我把它另存下來 我把它放在桌面下 我先用複製的給你看喔 因為我現在不是用微軟的 所以我這樣直接複製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 去備沒有效果 它就直接給你填一個顏色進來 所以在這邊我就必須要用插入的喔 用標準的方法 找到這裡 這個是大家平常在用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的 你看 一樣的圖 可是我透過標準方式進來 有沒有不一樣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其實你要找素材 因為不管你是線上的 還是實體的課程 你可能會需要交報告 做簡報 所以找素材 不要忘記了 偷懶的時候 可以用這種方法 就是加上什麼 PNG或SPG PNG或SPG 這樣就可以了 了解 好 那早上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上到這邊喔 今天時間剛剛好 12點 有沒有什麼問題 下午還會繼續往下站喔 OK齁